您好 歡迎收看NIA News 餐廳老闆娘 越南配偶談台灣生活 20歲就嫁來台灣的越南配偶潘景洪 在丈夫的支持之下 在台北的淡水和士林開了兩間越南餐廳 雖然丈夫早逝 但是她仍然努力生活 她建議在台灣的新住民朋友要努力工作 不要怕辛苦 更重要的是 新住民代表了母國 要用不卑不亢的態度在台灣奮鬥和生活 新住民朋友剛嫁來台灣 首先碰到的很有可能就是生育和家庭照顧的問題 在多重壓力之下 新住民的身心狀態及優生保健都成為重要的課題 所以移民署台南市第二服務站主任陳和耀 拜訪了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與校長葉智成洽談家庭照護計劃的細節 希望能夠與相關單位合作 結合照顧與學習的功能打造宜居的家庭環境 新住民家庭成長教育 愛自己才能愛家人 移民署台南市第一服務站和台南市光華女中合作 舉辦家庭教育成長課程 並且邀請到光華女中輔導室主任林秀英 和學員分享經營生活的方法 讓新住民朋友能夠更加適應在台灣的生活 林秀英主任表示 要先學會愛自己才有能力愛家人 付出愛與關懷 就能打造出幸福的家庭和婚姻生活 新北市外籍勞工歌唱大賽 各國好手高水準演出 新北市政府在22號舉辦外勞新光幫歌唱大賽的總決賽 有來自四國的外籍勞工以及本國僱主 總共24名選手參加 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到場為選手打氣 新北市勞工局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提倡外勞朋友正當的休閒娛樂 並且促進勞固之間的和諧 其中最受到矚目的是來自永和區92歲 坐著輪椅的阿公 他與印尼籍的看護伊音合唱鄧麗君的甜蜜蜜 伊音很驚訝能夠跟阿公一起闖進決賽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